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是毒淀粉 这问题再加给小博士吧 嘿 我就是小博士啦 今天我来帮大家解决毒淀粉的疑问 许多商人添加顺丁系二酸来变换淀粉的老化 但其实还是可以用一些比较天然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这样呢就是粉圆的制作流程 首先我们取一些新鲜的食材 我们选用棉植液较多的莲藕 芦荟 接下来我们做食材的前处理 莲藕是去皮 芦荟则是橘果肉 接着呢我们将莲藕跟芦荟导致 加入粉淡云成团 接下来我们进行搓圆的动作 搓圆完后进行水煮 水煮大约50分钟后 当 这就是成品啦 既天然又健康的粉圆 小博士问一个疑问 请说为什么要选用莲藕跟芦荟呢 这就是因为莲藕跟芦荟富含较多的棉池液 其所富含的棉池液呢 可以有效改善淀粉的老化哦 那它除了可以防止淀粉老化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呢 各种粉圆煮熟所需时间判断图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从显微镜下所拍摄下来的粉圆 颜色较深的部分 是尚未煮熟的部分 而可透光的部分 是已经煮熟的区块 我们可以发现 莲藕粉圆全熟所需时间 只需要40分钟 而下一张图 则是芦荟粉圆的煮熟情形 其煮熟所需时间 也只要40分钟就完成咯 最后 我们看到的 就是没有添加 以上两种新鲜食材的粉圆 此时的粉圆 必须花上50分钟 才可真正煮熟 有以上几个图 可以发现 添加芦荟及莲藕 等新鲜食材之粉圆 具有提高粉圆 煮熟速率的功效哦 哦 以这样天然的食材 制作粉圆 既健康又养生哦 谢谢你 角博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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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拜拜